詞曲 李宗盛 是誰讓我用的打招 我記得我是還在英國的時候 公司跟我说 有这部戏 然后有一个主题曲 可是呢 时间可能来不及 因为我人还在英国 就没办法录音啊 那我说 那能先听听歌 看你怎么样吗 然后一听到Demo呢 我就觉得 哇 还是蛮好听的这首歌 所以我就说 那如果能等我一下 那我还是很希望可以唱 那结果就 大家就等了我一会儿 那回来立刻就进录音棚场 我觉得 就是很简单很直接的一首歌 这样就已经能打动我了 我觉得写得非常好 我的直觉是 应该用一个很单纯的 的方式 就像这首歌本身的魅力 就是很简单单的 所以应该不要 加太多那些花俏的东西进去 应该用最准确的 最单纯的一个态度来唱 我会用最后的一首歌本身的 我会用最后的一首歌本身的 我会用最后的一首歌本身的